各位观众大家好 小松说的以上 今天来到了3月18号 大家一听这个日子 318马上脑子里浮现出一个中学的课文 纪念流合真据 所以今天是318惨案的纪念日 1926年的这一天发生了这件事情 再有就是1871年巴黎公社 著名的巴黎公社爆发了 再有就是1921年波苏战争结束 波兰跟苏联签订了礼家条约 波兰战胜了苏联 最后是1959年大导演吕克贝宋出生 生日快乐 纪念流合真据 大家不但都学过 而且我们那时候都要背 不知道今天的学生还背不背这篇课文 所以那时候要背诵这篇比较长的课文 然后我唯独想说一点点的 就是因为大家都学得很详细了 这个318惨案是最不可恕 1926年3月18日下午2点多 身为北京女师大教务长的李宇棠 匆匆赶到铁狮子胡同 他被通知作为校方代表来认领学生师体 在那里摆着一六棺材 打开第一个便是自己十分心善的女学生刘和真 所以318惨案呢 当然了罪魁祸首 大家一直都推到段区热身上 段区热因为确实是当时北洋政府的执政 这个但是呢 这个我想说一个具体的情况 在那个时候段区热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实权 因为在这个直锋战争之后 这个直锡被打败了 这个由凤系以及被叛直锡的冯玉祥的西北军 国民军吧 这个共同统治北京以及北方 所以当然了因为张作霭跟冯玉祥两个人这个互相争执不下 然后两个人其实也都没有存高的政治威望 那最后共同请了这个其实是晚戏 北洋晚戏军法的首领这个段区热 段区热因为这个为人比较清廉 所以这个威望比较高 所以把段区热请来当这个北洋政府的头儿 实际上他是个傀儡他并没有什么他除了自己有点卫队 卫队其实也不一定完全能听他的 没有什么真正实权 真正实权是掌握在当时控制北京的 张作霭跟冯玉祥两位的手中 所以三一八查案的这个账要寄到那两位真正的就是手里有枪的人身上 历史有的时候是故事有的时候是事故 有时候山崇水富一无路 人类有的时候聪明有的时候傻 但始终在进化 历史不是禁止 历史是开乐又落的花 朝花夕时重温历史 欢迎收看小松说历史上的今天 1871年巴黎人民发动了武装起义 巴黎公社也在我们的课文里有清楚的记载 我们的课文记得还写的很详细 实际上巴黎人民是一直有战斗传统的 就在19世纪多次起来 大家看过这个被传世界也好 听过各种歌剧也好 巴黎人民是多次起来战斗 但是很多次都是资产阶级起来 革命等等 但是这一次是第一次无产阶级起来革命 所以很有纪念意义 也是在共产党宣言发布之后 无产阶级的觉醒的第一次战斗 所以被载入了史册 但是最后是失败了 被镇压了 然后但是诞生了一首 在流传到今天 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里 被当作一首最重要的歌曲的国际歌 就是在巴黎公社起失败之后诞生的 英特纳熊奈尔 就是安德纳熊奈尔 就是国际大同就一定会实现 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唱这首歌 下面说说1921年这一天 波苏战争结束了 签订离家条约 这个在大部分人印象中 波兰肯定是一个弱国 这个多次被灭国也好 是二战开始就被灭了也好 这个一直到今天 波兰也不是一个很强大的军事国家 印象中苏联是一个庞然大物 苏联是那种 苏联红军无数战戈 苏联红军好像军功要天下 这场战争呢 很不幸的是苏联红军失败了 波兰上里了 但是有很多很多原因 一个原因是当时苏联才刚刚的革命成功 而且苏联革命成功还不像我们的革命成功 是农村包围城市 大部分地儿都已经是我们的了 最后占领几个大城市 苏联的革命直接就是从大城市开始 所以广大地区还都是白匪军等等 所以就花了大量的精力在搞这些事情 然后在军阵内部也没有形成特别坚强的那种 像后来的苏联红军一样 所以苏联红军战斗力和后来的那支苏联红军 打败德国法律寺的苏联红军 还是不能逼的 这时候 本来已经打到华沙城下了 最后大败于华沙城下 不但被打回去了 而且丧失大片土地 下面讲讲 吕克费搜大导演生日快乐 1959年生 我每天看到这些优秀导演 比我岁数大的时候 我都心里特别安慰 就说你看 吕克松导演比我大十岁 所以我不着急 可是再一看吕克松导演拍出那 这个事不太冷的时候 比我现在要年轻得多 然后又颓废了 还要努力 人家的年纪轻轻 拍出了 正事不太冷 堪称 杰出的一部电影 Rywin You keep me with you for life I love you Leon I love you Leon I love you Leon 看不起好莱坞的那种商业文化 法国导演跟法国其他语书家一样 是非常讲究艺术 然后用好莱坞电影的话来说 就叫非常Namby Pamby 怎么翻译呢 就叫为富新师强说仇 但是我个人是很喜欢法国电影的 我喜欢法国电影的那种 法国式的传统那种忧伤 那种小调式的那种影像 单机拍摄的非常讲究的那些影像 大家知道好莱坞电影 都是好多台机器一起拍 因为好莱坞电影的原则是明星 第三个还是明星 所以明星一演出来 同时好多台机器把它都捕捉到了 这个最动人 至于光 大家看好莱坞电影的光其实不太讲究 因为你好多台机器一起拍的时候 没地方放灯 我只要吊着灯拍 所以都是大屏光 大家一看法国电影的时候 那影像就非常不一样 因为法国电影单机拍 周围都可以有灯 有板挡着各种 所以光人的脸墙 每一个地方都特别讲究 因为法国电影追求 就是这种细致的艺术美 美国电影追求 是大明星的表演 大明星首先要把它演出来 其实大家不是去看光去了 好莱坞认为观众 并不是在电影院里 要看光线 或者看那些 法国的美术都特漂亮 大家看好莱坞电影的美术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风格 真实就行 好 法国电影可不是 法国电影的 包括旅客飞踪电影 那里面的美术都特别讲究 好 Ow! Like a virgin Ow! Touched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Like a virgin Okay, who is it? I don't know Happy birthday I will be back in China I will be back in China I will be back in China 但是在这一大体系的法国导演中 吕克贝松算是最商业的一个 他拍了这些电影到今天 其实始终都是商业电影 所以基本上在好莱坞 最能力足的法国导演 或者说极少数 我印象中是 应该算唯一的一个 最近 吕克贝松导演 吕克贝松导演 吕克贝松导演也很热爱中国 经常来中国 然后曾经做过上海电影节主席 应该算是上海电影节 曾经请过的主席中间 在整个视野电影节地位最高的 好 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多 再见